当我们买了PS5光盘游戏 是不是就不用占用PS5内部的存储空间了呢 或者说我们把光盘游戏安装到PS5里面 以后就不需要这个光盘 我们可以把它卖掉了呢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你们想象的太简单了 索尼不会让你那么做的 PS5可以玩PS4的光盘 以这个大表哥2为例 它是有两张光盘的 我们看这张盘它写的是数据盘 那这张盘呢是玩的盘 当我们把PS5或者PS4的盘 第一次塞入到这个PS5游戏机里面的时候 它自动会启动安装程序 它会把这两张盘的数据复制到硬盘里 这两张盘一共占用了110个G PS5游戏盘是蓝光的 最大容量一张盘是50个G 那这个马步仔大冒险 安装之后是30个G 对于两张盘的游戏 是先把这个数据盘 先放进去进行复制 以后玩的时候 是塞入这种光盘 Play Disk 回答第一个问题 即便是买了PS4或者PS5的光盘游戏 以后玩是玩的游戏机里面硬盘存储的游戏数据 并不会玩光盘里的数据 因为光盘的读取速度是很慢的 回答第二个问题 在玩光盘游戏的时候 它会在启动界面先验证这个光盘在不在 如果光盘不在光区里 它会提示塞入光盘 在游戏游玩过程中 它会不定时的去验证光盘在不在 所以在玩的时候 虽然玩的是PS5硬盘里面的游戏数据 但是它也会需要盘在里面 所以也是卖不掉的 即便我们买了光盘版的游戏 它仍然需要PS5有一个比较大的容量存储硬盘 大概率还是会购买一块内置的SSD硬盘 或者外置的机械硬盘 最近内置的SSD固态硬盘好像降价了 特别是大容量的 一个T的两个T的 各位可以关注一下 价格可以参考我橱窗里面的 悉数的SN850和三星的980 Pro 全新二手的都有可以参考 外置的机械硬盘也可以参考